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行与神是密切联系的 行是机体的外在真相 我们通过诊查这个外在真相 就可以测知人体内在脏腑气血的功能状态 而神则作为一身之主宰 对人体在生理与病理状态下的各项机能都具有调控作用 正所谓神为行之主 行为神之宅 这句话就充分体现了行与神之间的关系 神不能离开行体而独立存在 它必须要在行体健康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正常功能 针灸致病的关键在于调节人体的行 气 神 我们知道气与血是人体最宝贵的基本物质 同时也是经络的物质基础 它们循行周身 贯通上下 是经络的能源与动力 针灸的本质实际上就是通过通调气血而调形 继而引起神气的变化 从而达到至神的目的 另外 针刺疗效的产生具体可以概括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针刺部位的要求 包括阻血合理和取血准确 另一个是对针刺手法的要求 包括针据适当和刺法得宜 这也正是国一大师赫普仁教授总结出的针灸取效的四大要素 只有这四者相互配合失智 才能达到最大化的刺激效应 在这里 我们不难看出 针据实际上在整个针灸治疗过程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只有掌握好正确的针据 才能在临床取得较好的疗效 提到针据 我们必然会提到九针这个概念 九针是《皇帝内经》中记载的九种针据 可以治疗不同的病症 《皇帝内经》对九针的形状 刺法及临床应用都有详实的介绍 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我们在这里着重要谈一下九针中的第九个针据 《大针》 《皇帝内经》中对大针的描述是这样的 大针者奸如挺 其风微圆 其也机关之水也 有学者在二十世纪末经过文献考证 认为九次中未提出大针的词法 《灵书经经》篇中也曾经说过 志在翻针结次 以之为术 以痛为书 因此认为大针实际应为火针的误书 火针与翻针属于一名同类 火针作为一种古老且独特的针刺方法 已经发展应用了两千多年 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两本 分别是《黄帝内经》和《伤寒论》 《黄帝内经》中第一次明确记载了 火针疗法的名称 针据 刺法 适应证 以及禁忌证等内容 这里我们先来看两条原文 在《苏问调经论》中就曾经说过 病在古 翠针要运 在《灵书观针篇》中也曾经说过 《九约翠刺》 翠刺者刺翻针则取毕也 这两条原文中提到了 翠针 翻针 也就是火针 翠刺就是火针疗法 但是在文中并未提到 火针疗法的具体操作方法 同时在原文中提到了 古和臂这两个概念 我们说古实际上就是指的是古病 臂就是指的是臂症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火针疗法在皇帝内经时期 主要用于治疗古病和臂症 另外在其他条文中 也分别提到了火针疗法 应用于寒症和精进病等病症 皇帝内经中还提及了 火针疗法的禁忌症 如《灵书经经》篇中就说过 翠刺者赐寒疾也 热则金纵不收 无用翻针 可见在秦汉时期 热症是火针疗法的禁忌症 但是在后世发展过程中 这个禁忌症已经被突破了 到了伤寒论时期 把火针称为烧针或者是温针 意为取其温热作用 用来治疗伤寒表症 但书中更多的是提到了 勿用火针的例子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到了汉代 火针疗法在临床应用上 已经相当广泛了 甚至发生了 勿用或者是滥用的现象 此外 在《伤寒论》中还指出了 烧针令其汗 针处被寒 何其而斥着 必发奔吞 意思就是说火针治疗后 如果护理不当而感受外邪 那么就可以引发奔吞病 这从另一个方面提出了 火针治疗后针孔的保护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进唐时期 在进唐时期 火针疗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多部著作都对火针疗法 有了突破性的记载 如近代黄埔蜜的 《针灸甲乙经》中 就充分肯定了脆刺的刺法 同时强调了火针的适应症 及患者的体质因素 如原文中就曾提出 雇用针者不知年之所加 弃之胜衰 虚实之所起 不可以为公义 据考证 陈言之的《小品方》中 最早提出了火针这一名称 并且沿用至今 同时首次提到了 火针可以治疗眼科疾病 到了唐代 药王孙思淼 在千金药方和千金义方中 对火针疗法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总结 书中最早记载了火针疗法 可以治疗热症 这就突破了《皇帝内经》中 热症禁用火针的局限 扩展了火针的适用范围 这样火针疗法可以 扩展应用于治疗外科病症 如疮痒 拥居 裸利 弹核 以及出血 如原文提到 拥有膿便可破枝 令膿移出 用皮针 膿身难见 肉厚而生者用火针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如果 拥膿成熟了 在浅处 我们是可以用 九针之一的皮针 进行切割治疗的 但拥膿如果位于肌肉丰厚的深处 或者膿尚未成熟时 可使用火针进行治疗 另外书中还打破了火针 以痛为疏的取血方法 提出了火针的禁忌穴位 如在刺鬼十三针法中 在鬼路 鬼枕 鬼床 鬼堂 四血中 均提到了火针疗法 而拒雀 中腕 上腕 下腕 当时则认为是火针的禁忌穴位 到了宋代以后 火针疗法的适应症 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由治疗筋骨病 深入到可用于治疗内科疾病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王之中的针灸自生经 书中记载了火针治疗心腹痛 哮喘 腰痛等病的经验 第三个阶段是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火针疗法 发展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针灸医家 对火针疗法的针刺工具 操作方法 适应症和禁忌症等各方面 都进行了改进和提高 使火针疗法日趋得到完善 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一部 在火针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籍 就是明代高五编著的针灸巨婴 针灸巨婴较为系统 且全面地总结了前人的火针成就 对火针的针具选材 加热方法 针刺方法 针刺深度 适应症 筋疾症等方面 都做了系统的总结与归纳 如书中提到了 火针的加热方法 为采用麻油灯火烧针 同时描述了烧针时应注意 烧针致通红 用方有功 以及烧时令针头低下 等技巧 提出了血位标记 叫做以墨记之 使真实无差 也提出了面上记火针 以及大醉之后不可行针 等火针积极症 针九巨婴的最大贡献 是首次阐述了火针致病的基本原理 认为火针具有 刑器发散两大功效 它的问世标志着 火针疗法的成熟与完善 第四个阶段是现代 火针疗法随着历代一家的发展 已逐渐成为临床的 一种独具特色的治疗方法 建国以来 由于针九不断得到普及和提高 火针也得到了重视和推广 治疗的疾病范围 目前已扩展到了 内、外、腹、儿、五官、骨伤 皮肤等各科130余种疾病 提到火针的现代推广应用 我们一定要提到两位 具有突出贡献的人物 他们就是首届国医大师贺普仁教授 和山西省针九研究所原所长 施怀堂教授 贺普仁教授根据其并多气质 法用三通的核心思想 创建了赫石针九三通法的针灸治疗体系 三通法包括微通法、温通法、强通法 赫石火针疗法开创了 火针临床应用的新纪元 他不仅产发了火针的治疗原理 还规范了火针的操作方法 突破了古人面上济火针的局限 扩大了施术区域 贺老依具体情况调整用针取血 不仅扩大了火针的适应症 还总结和规范了火针的制作标准 本套课程将主要对赫石火针疗法进行重点讲述 施怀唐教授是新酒针的发明人 施式火针则是新酒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包括一系列不同规格、不同型号的火针针具 其采用金属污制作火针 临床注重变病失针 根据疾病不同选用相应火针针具 依据病种、体质和病位不同 采用不同的刺法 此外,为了规范火针疗法的临床应用 近几年国家还制定了火针应用的两步标准 一步是针酒技术操作规范第十二部分火针 另一步是关于火针针具规范的标准 这两步标准的发布 不仅对火针疗法临床应用的规范 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也使火针技术在针酒临床中 形成了一种不可替代的治疗方法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了 从针酒如何治病到火针疗法的提出 并梳理了火针发展各个时期的特点 及代表性内容 希望大家课后逐一掌握本节知识重点 如有不明白的地方 请反复观看 谢谢 出零 出零 队 都